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白杨 能让人真正着迷的并不是金钱和美貌 而是责任 是细节 是专一 是担当 是忠诚 是沉稳 更是偏爱 希望为爱而生的我们 能够找到真正让你着迷的那个人 过上充满爱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开始 今天的节目 一起为嘉宾们寻找真爱吧 100分给多少分 99 谢谢 谢谢 这个兴趣爱好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走到一起去 还是可以慢慢培养和影响的 但有一些重要的观念上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一致的前提 比方说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看两人怎么来选择 从不聊也 我觉得这个人在很多方面 都和我要交往的人挺高的 彼此爱好相同的两位 最终能否牵起幸福之手 更多精彩 尽在今晚的选择 大家好 很高兴 您准时守候的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小燕 那今天呢 小燕给大家介绍三位大家都非常熟悉 和喜爱的专家 给大家认识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律师 霍明亮 欢迎 心理专家王颖 我们的王老师 心理专家金莹 欢迎 欢迎三位 刚才说要找一个互相理解 是吧 对 还有能关心理 然后其他条件呢 有责任担当 对 别的岁数呢 年龄呢 年龄在六十岁以里 第一个想找一个北京的 经济户口的 对 说想找一个北京的 对 是这样吗 是 但是其实我想告诉您的是呢 那么您是作为一个是 我看了是黑龙江人是吧 对 来到北京生活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去来去讲 不一定非要去找一个北京人 那我们找一个同样在北京 能够有稳定生活的人 我觉得也是好的 那换句话来讲 一个人的幸福感 并不来源于到底他是哪里的人 而是在源于你们是否合适 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件 可以不一定把它放为叫做必备条件 你可以把它放为叫优先条件 或者是加分项 好吗 就是我们在去排条件的时候 有一些是说这是我的底线 这是我的必备项 那有一些呢是叫加分项 我认为这个可以放在加分项 但是不要放在必备项 否则的话呢 你这个范围立马会缩小 好吗 好 通过您给孩子的这些书性的互动 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您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就是对自己有要求 而且同时对孩子也有要求 所以才能把孩子也培养得这么优秀 所以您对生活也是有要求的 就是说无论是对自己以前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 还是将来跟新的伴侣 在一起的生活 都是有要求的 虽然您今年也已经五十多岁了 但是看上去 无论是穿着 还是您的这种仪态 都非常的年轻 所以我觉得凭您的外形 其实是很好找的 二号男士您对这女士第一印象怎么样 有女人味看着 穿着一大扮 挺好的 您喜欢这种有女人味的女士吗 喜欢呢 张家老师们给了意见 大家都比较看好您 再找应该不难 那接下来我介绍二号先生给您认识 两人先找找感觉好不好 好的 来 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您好 主任好 您好 大人 大家好 来 等一下换个位子 您坐这边 好 主任坐这边 我们到二号先生 第一印象怎么样 特别优秀 挺帅的 第一感觉是可以对吧 那我们先生对女士的第一印象呢 我觉得女士更优秀 不错呀 你们俩 就这回传说中的看对眼了是吗 来 先认识一下二号先生 他的基本情况 二号男士贾建民 51岁 河南开封人 婚姻状况离异 自营公司 您是现在生活在河南吗 对 是在 郑州 郑州 对 那今天是从郑州过来的 是吗 我是昨天过来的 这样的 那您怎么知道我们这节目了 我也上过一期 上一次来的时候 没有选择成功是吗 对 没有错 但我觉得您应该有不少热线 没有这些 没有 挺奇怪的 你看我们的女士见 您第一面就觉得真的不错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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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